這...這位臉耶 喔...蘇獎君 唉...你好...你好... 奇怪...這間廟的氣氛 怎麼會跟新鳳廟相同呢 傑獎君 欸...奇怪 青山宮裡面怎麼有這種 捉拿刑罰的佩斯將軍啊 青山宮裡面 到底是拜託什麼樣的生命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加油... 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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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這麼多人站在這裡 這樣歡迎你們怎麼參拜 不是這樣 這麼大陣仗耶 對...很難得有那麼多人 同時懷孕我們 對啊... 對啊... 主要說... 偷偷看你們這裡的氣氛 對... 你看它佈置得很像那個 承蒙椅的那種氣氛耶 青山宮在奉聖的主神 是哪一尊他 林安尊喔 林安尊王喔 對... 他以前就是三國虛台須牌的補充 叫做豬粉 之後呢 我們福建的海草很多 帶來這裡扁海草 之後呢 他在那裡煮了一段 所以來一些白虛就對了 之後他怎麼叫做林安尊龍 這尊龍是風鐵風的 因為林安尊龍在建築 我們林安尊師要現行 做建國 之後呢 剛才那些林安尊 拿 拿了後 洪鐵風說怎麼有這個人 我們就沒有 所以那時候有兩個兵 是我們福建的建築人 有這個就是我們那裡的 所以鑽龍才好鑽龍 有什麼我們青山湖 我們帶的是地方的守護神 有時候來這裡呢 他卻有配飾這樣子 類似陳皇也體現那個步將 因為我們鑽龍 可以營養都可以辦事 所以營養街 一定要有一個 福建的就是 法師、家鄉君 這裡有一個人 找我老闆 這樣聽起來的話 來到青山湖這裡 如果是一般的人 有什麼冤居 其實可以來這邊求青山湖的身體 跟他青山湖有相類似的功能 對 關於靈安尊王 為何也稱作青山王 最受後人傳說的 就是在宋朝太平新火年間 有一位慧安縣的新縣長 叫崔之傑 在祭拜張將軍的時候 張將軍的墓碑 竟然刻了四句詩 太平新火間 古縣本慧安 新風崔之傑 送我上青山 而後崔之傑 就在慧安縣的青山 建立了青山宮 自此青山王 就成為了 慧安縣民的保護神 但是遠在福建的青山王 為了什麼事情 來到蒙家呢 我們這裡是棟水漢 大陸的村都要安家客 所以這裡叫台北第一櫃 村龍來車到這裡 我們這裡一家 從來到這裡 我們在國際上 他有空 因為我們吃百大修 我們村龍說不來 我們在這裡頂頂 所以才會去廟 他從來的時候 因為我們台灣有一個 蝴蝶 月子 所以來跟我們這裡拜拜 去搖鏡之後 村我們都平成去 那久呢 我們都不知道要怎麼出現 去年以前我們出現蝴蝶 對… 那蝴蝶多的蝴蝶都掉了 那時候出現蝴蝶 然後出現蝴蝶 就出現蝴蝶 我原本兩聲說啊 其實我知道神明的故事 大部分都是很以前的 蝴蝶是很近的事情 對… 以後去評定那個蝴蝶的地方 對… 為什麼青山王 在百花年前會來到蝴蝶 因為啊 他要來補給蝴蝶 蝴蝶 蝴蝶 為什麼蝴蝶人 現在他還是 對青山王 這麼厲害 尊敬 因為他出來瞭解 穩定了 當年那種 恐怖SARS 所以啊 這應該就是蝴蝶人 為什麼需要這張 大拜拜觀音樂 他說青山王 因為他在辦案 他可以把我們蝴蝶 收穫的 這麼妖魔鬼怪 收穫在他的座下 所以說他才可以 在蝴蝶蝶蝶行幾百年 阿信 這樣聽起來的話 甚至我有聽 是大人說 蝴蝶蝶蝶 以前是沒有城跟牆的 但是青山王 算是這裡的城隍也 是 是這樣子 不怪蝴蝶人會說 有什麼圍蝶人 都可以找青山王來做主 因為他在大陸的尾蝶 就好參加是 新風雅 是帝王的保護身 本年來到蝴蝶也是一樣 所以今天啦 我們蝴蝶的北部冬 要先來進行 兩名的雅巡 但是不加情 好餘的青山宮八重 每一月生完 都會開始來開面了 另外在青山宮 來到青山王 很少的香氣 夠多啦